好 今天呢 是我們自己的安排 希望我和大家討論 一個中醫養生的問題 給了我兩個小時之間 我想不要講這麼多吧 我們大概花 我講 從四點鐘算 算到十一點半 講一個半鐘 還有一半鐘我們互動互動 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討論討論 好吧 那養生的問題呢 其實從 中醫的角度來講 很早很早 以前人們就追求 長生不老 對吧 你就看了一些 過去講死人不叫死人 那叫先世 與先 那你在人間死了 兩個字棒長了 就被到天堂去了 是吧 天堂去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生命沒有一切子 那麼自古來追求 我相信 它總是一定道理的 對吧 那麼我們如果說 我們去看看 就說這個養生 怎麼個說法 我剛才講的是 直白的說 從養生的致念來講 養就是保養和養護 也就是說 你的身體 你的生命 需要你的呵護 那麼現在人講得很簡單 不要緊 我可以買醫療保險 我可以有醫生 對吧 那麼我告訴你 從我做醫生 三十多年的經驗 告訴你 你把你的身體 你把你的健康 你把你的健康 交給醫生 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為什麼這麼說 醫生有常識的嗎 不多 是吧 你看你去看一百歲的老人家 是醫生嗎 為什麼 他為什麼不能跟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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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而且你想啊 這個醫生無論是 我們講 醫要講究醫得 要講究醫術 兩個基本的數字 數量 醫得 做醫生 你必須是具備醫的 否則你不能做醫生 對吧 你朝鬼條可以 雞蛋放半裂 沒人知道 是不是 久了以後 人家就不來車而已了 醫生不可以的 對吧 就死扶傷 這是一個基本的道德的 一個什麼 基礎 醫術呢 醫生不是萬人的 醫生不能懂所有的東西 特別是現在的所謂的專科醫生 基礎太弱了 沒有經過很長的 全科的捕捏 三五年五六年七八年 就成了專科醫生了 很荒唐 專科醫生就像金字塔一樣 你要有一個良好的底肌 你沒有那個基礎 你做專科醫生 真的很專 除了你這個圈以外 其他的都不懂 或者懂得很少 這就很糟糕了 因為我們人的生命 沒有講說我們生病 每次只准生一個病 沒有這樣講的 到了老了以後 特別是老了以後 他可能可以四五個病 五六個病 同時存在 你如果是專科醫生 你懂那麼一點點 你其他都不懂 你專科都沒出問題 其他都出問題 這種事情 累見不鮮 最近一個同事 這個我談到他父親的事情 我就說可惜 忘了死 為什麼 講到是被甘染 其實不是的 是心衰 我就不懂為什麼 這病 尤其醫生為什麼不懂 一看他腿腫就是 這種料露甘染 哪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對嗎 心衰有左心衰有右心衰 右心衰也水中 左心衰也被公了衰竭 我是搞中醫的 我都懂 為什麼西醫不懂 視而不見 就看自己專科的肺的問題 對 所以這個養護 我講這個意思 不是說好 以後我們就不要找醫生了 自己就突發上網 什麼事情都去挖點草藥 喝點水 吃點五穀 糟米 然後是青蘋果 甚至是叫樹 我就不看醫生了 兩個極端都不對 對嗎 這個裡面就牽涉了中醫的一個哲學問題 中醫為什麼叫中醫 就是中中的那個醫生 其實你去想 所有的事情是中中的最好 你在班上成績最好的也不行 你最差的也不行 最好到老師一直盯住你 家長一直盯住你 你考個第二名一直給人來罵 對吧 你中中的時候永遠不會來罵 沒有一般你死都是中中的 是不是 你看有錢人 特別有錢的很難受的人 你知道嗎 大家在想 有錢一堆好 我跟你講我在馬來西亞時間很久 我見到有錢人很多很多 錢多的數不過來 根本就不用數了 因為就是 當時他幾十年來從沒有想出過自己的人生自由和隱私 你知道嗎 出去三個保鏢 他在幹什麼自己的事情 什麼也幹不了 對吧 那個巴山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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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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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他可以去嗎 不可以去 為什麼他一去麻煩咯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說 我想我今天在講的時候呢 我會把中醫的一些基本東西 我穿在這裡面前 除了講使用的東西以外 也想給大家一些理念的東西 當然生,生是指生命 生長生存的意思 首先要有生長,要有生命 沒有生命就不談長 生長化收長 這是中醫講任何的事物的一個規律 你看,一顆小草也好 一個小老鼠也好,一個人也好 總是生長化收長 由生一直到,最後藏起來沒有人不見 那我們怎麼樣把這個生命的過程延續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們講 活一百歲、活一百二十歲 最近你們看到了 美國一個老太太過世了 那麼日本的一個老先生就變成男寶王 變成世界上最長輸的人 一百一十多歲 我告訴你 現在活一百一十多歲 不稀奇的 在中國的古代 有一個醫生活了一百零七歲 中醫為什麼可以長生 西醫就很難長生 明清的時候一百零七歲 和現在的一百零七歲是完全不可比的 知道嗎 它的社會的保障功能 它的醫療的保障功能 它的一切的東西 好比說蛇物都有體 抵禦自然災害的人有問題 這些綜合的水準都是非常低下的 它在那種非常惡劣的條件下 才能活到一百多歲 現在 一個週能活八年都不成問題了 是不是 條件有了 所以說古人的一百歲以上 和現在的一百歲以上 不可同意而已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活一百歲 如果躺在床上活了三十年 和我們現在很多老人家說 哎呀我今天八十多歲了 睡好啊 要不行的時候 一覺一睡明天就沒有了 一點痛苦沒有是最好 它這句話講得對不對 對呀 它是講了什麼意思 它是要一個良好的生活質量 我們不僅要長壽 要以質量的長壽 要有尊嚴的生活 對嗎 我在同山座總監的時候 有一個年輕人 三十四歲中風了 蜥蜴搶救了以後 到這邊來針灸 針灸了兩年了還在針灸 我說你可以不用針灸 他說為什麼你叫我不針灸 人家講針灸可以下來走啊 我說是啊 還可以飛了 這個是有規律的嘛 對嗎 超過一年以上幾乎 沒什麼恢復的希望 所以你想他 他三十多歲 他家境很好 他可以活到九十歲 但他永遠離不開任意 對嗎 他現在所訓練的就是 他怎麼樣自己能夠 然後盡可能給其他人的麻煩少一點的時候 和我們說我活八十歲 活七十歲 但是我很健康 不同嗎 這質量怎麼就通 那這些要素就必須在我們這個裡面就要解釋了 所以說我們講養生 就是在主觀意識下 通過自己的努力 並用各種養生方法來一養生病 增強體質 就是預防疾病 從而到嚴念意識的目的 也就是說 我們能受我們 總之不可以要生病 你怎麼樣 你生病少一點可以嗎 即使生病了 你康復的快一點好嗎 是不是 那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 如果你能夠少生病 不生大病 很快就能康復 你想 你的生活實際上跟其他人 你已經不可以比了 對吧 就不可以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總的來講說 養生就是包養生命的意思 這個時候我們是開場白了 開場白了 今天我是想我這個PPT 因為我在外面講說 通常都是周老年人聽的比較多 今天是年輕人說 因為我拉曼才十歲嘛 對不對 這個事情又可言了 對吧 為什麼是周老年多呢 兩個情況 客觀的講 一個 確實年輕人太忙了 而且體質也很重 養生的問題根本就沒有到考慮的時候 今天說有這麼個東西來聽聽你 聽聽中醫的東西 有什麼裡面有什麼名卡 是不是 真的從你自己的需求來講 覺得這個太遠了 早了 到五十歲 六十歲 體不辭了 對不對 第二個 其實中老年的人以後呢 經過一身磨難以後 他已經感覺到自己的健康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說句老師好 然後你的健康都好 你就幫了大家 所以我們很多人一直在講說 我活在這個世上 又是因為我上有老下有小 這個事情沒做 那個事情沒做 對吧 這個兒子沒出來 那個孫沒上好 其實這都是空的 participar 谢谢观看